商墓出土人头眼 揭开古代盆人而食的真相 专家这不是巧合 1999年河南安阳刘家庄商代家族墓出土的一件青铜眼 震惊众人 这古老的青铜吹菊中竟装着一颗人头 难道古代盆人而食 专家进行研究后不仅揭开了商王朝的血腥一面 还牵出了一位贵族少女的人生悲剧 这件青铜眼名字虽然生僻 但说起用途大家都不陌生 青铜眼是古代的一种厨具 商周时期非常流行 它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部用来称食物称为增 增底部有窜孔的壁和下部的隔相通 使用时隔中煮水蒸汽通过壁孔 进入上方的增中蒸熟食物 这就相当于今天的蒸锅 而在这样的吹剧中竟然发现人头 这么重口味的一幕场景 难怪让人们做噩梦了 那人头为什么会在吹剧中 难道只是巧合吗 对此考古专家站出来 一定不是巧合 原来在十多年前 刘家庄商幕附近的小屯村 殷须亡灵遗址西北港 祭司坑中就曾有一口人头眼出土 不过那时候青铜眼严重变形 为了保证出土文物的状态 内里的人头没有被取出来研究 当时人们都认为 这人头很可能是来自一场人际 奴隶们的人头被砍掉后 咕噜噜滚入了放在一旁的 祭司用的青铜眼 毕竟这些祭司用品被发现时是叠放的 这也是很可能发生的 但随着1999年的又一个人头青铜眼的出土 这种巧合说不攻自破 由于这件青铜眼保存的状态非常好 于是科学家们决定展开研究 揭开背后的种种疑团 首先就是要验证这人头是否是意外滚落 考古学家们将青铜眼中的人头取出 一经查看就发现了问题 这人头颈部用刀斧削砍的锯齿状断痕 说明事实是被砍掉脑袋的 不过这头骨呈现非常明显的灰黑色 与一般情况下自然保存的灰黄色大不相同 经过化验 果然这人头中的钙质流失严重 是经过棚主的 这就证明意外滚落说显然不成立 其次就是要推断这人头的身份 商代祭祀或殉葬用的最多的就是奴隶 那这位被烹煮头颅的人是不是奴隶呢 法医学专家对头骨的性别和身份进行了分析 这头骨和颅骨较小较低 光滑而细致 眉宫不发达 眼眶上缘较薄 前额较抖直 镊骨乳突和枕外隆突不发达 因此专家判断头骨是女性的 而这头颅牙齿发育良好磨损程度比较低 要知道古代人的生活条件低下 普通人的寿命比较短 而因为饮食结构以穀物为主的原因 牙齿磨损比较严重 更何况吃不好吃不饱的悲惨奴隶呢 所以牙齿发育好 口腔健康就更证明 这是一位生活优渥的年轻的少女 很可能是经常吃肉的贵族 再次就是要推测这位贵族少女成为祭品的原因 对于这一问题 人体内的两位元素立下了大功 首先就是丝同位素 自然界中 稀有元素丝是以84SZ 86SZ 87SZ 88SZ 四种同位素形式存在 每个地区这四种丝同位素的含量有微小差异 植物会吸收土壤和地下水中的丝元素 当人类或者食草动物吃下这些植物后 这种元素就会被留存于体内 而人类在换牙后 牙齿表面幼稚一旦形成 里面的矿物质含量就固定了 所以对丝同位素的验证 就能推断出这个人的地理起源了 考学家取了少女头颅的一颗牙齿 进行化验后发现 这少女竟然不是安养本地人 而再次对牙齿中的养同位素进行验证后 推断这名少女很可能来自沿海地区 原来自然界中养元素 以160、170、180 三种同位素的形式存在 而180、160比值 与离海洋远近有关 离海洋越远 160、160比值越低 而这位少女体内的养同素含量现实 这是一位生活在沿海的女孩 有了这两个线索 科学家们又回到了对文献的考证 经过翻阅大量的青铜皿纹和龟甲补词 人们发现刘家庄墓地 是商代晚期的墓葬 这个时候商王是帝义或帝兴 他们在位时期对东南方的人方进行了两次征讨 而这位少女很可能就是这场战争的战俘 因为其贵族身份所以被选中 成为了商人祭祀的牺牲品 如此一来 这位青铜眼中的少女悲惨人生 终于在近三千年后被人们知晓 而用人来祭祀 则揭开了商朝灿烂的文化背后 十分血腥的一面 其实以活人为绩 在古代社会中并不少见 例如在养勺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考古中 人们就发现了带砍拙痕迹的人头骨 这些有可能是人祭的开始 而用人生祭祀神灵 则是商代自上而下的一种文化认同 就像礼记中记载那样 因人尊神 率明以士神 先鬼而后礼 在成汤时期 为了让上天降下语物甘领 成汤曾以自焚的方式 将自己作为祭品向上天祷告 而上文那位花祭少女 被大费周章地用青铜器烹煮 也是商代取悦上天 祭祀神灵的一种行为 此外 甲骨续存中有多篇文字 记录火坟女战俘 以祭天其语的内容 而且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不仅商代如此 推行理智国家的周朝 也是一个崇尚人计人训的朝代 西州统治者 在洛邑多次举行杀福献祭仪式 西州时期的小梦顶 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庙里杀祭人生 人生来自从鬼方获得的战俘 春秋战国时期 人计和人训都受到了 诸子百家的眼里抨击 但人计和人训之事 仍始不绝书 直到汉代都尉皇帝 从上而下明令禁止人计人训 这种习惯才逐步被摒弃 由于古代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 人们才对低等级的人员 有着如此轻视的态度 甚至不以其为人 不仅中国如此 在同时期的印度也有将人体 人血或人头奉献给食母 南静母等女神的现象 而这种现象 在苏美尔巴比伦都不少见 甚至当成经典事迹 写在了经文中 而玛雅人 印加人 也有这样的习惯 甚至在1486年 还有特诺奇地 特兰大金字塔落成时 用两万多俘虏的心脏 祭祀太阳神的血腥事件发生 经过了几千年的岁月成天 历史中的血腥气 似乎已被冲淡 特别是如今 时不时火爆一时的穿越剧 古偶神话剧 让古代的生活披上了一层又一层 浪漫瑰丽的面纱 但实际上 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 普通人面对的 真的是艳遇与奇遇吗 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 保持清醒的认识与沉静的思考 商朝不是第一个采用活人祭祀的时代 也不是最后一个 但是根据目前的记载来看 商朝是活人祭祀数量最多的 这其实跟他们还信仰和死亡观 有一定的关系 李济说 因人尊神 率明以弑神 先鬼而后利 这其中说得很明白 商朝的人不仅崇拜神明 还尊鬼 而且因为商朝人 要祭祀鬼神实在是太多了 这才导致在他们的朝代中 频繁发生祭祀的事情 甚至连婴儿和青少年 都是直接活埋 而且商朝人的死亡观中 认为人死了之后 还有一个死后的世界 这一点跟古埃及时期人们的想法不约而同 所以那些生前是贵族的人 认为自己死后也是贵族 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在去世的时候 会用大量的奴隶进行殉葬 目的就是让这些仆人 到了地下继续侍奉自己 当一种风气流行起来 那就会逐渐变成主流 而且还会愈演愈烈 这就是商朝活人祭祀的盛行 一件珍贵的文武背后 不仅牵扯着一个15岁少女的心碎往事 更是一段残暴历史的缩影 所幸的是 那段残忍的时代已经过去 历史总在进步 文明也在传承 人类终将迎来越来越好的未来